這節目清理到的對卡債族是很嚴格 無論是經生通過率 或是青春不用這個率 都比日本約比較低 為什麼日本可以這麼多 通過這麼多的通過率 走進卡債自救會 是搖請到日本的律師 來到我們臺灣社民交流 他們說 日本可以通過這麼多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本的法官 大多數都可以提供卡債族 欠這麼多錢 都是因為生活困難 消費者政府清理條例 對民國九十七年四個十四以來 臺灣經生通過率只有24% 還要過日本經生通過率 拐達85到92% 在青春不用這個率 臺灣今年590% 在日本青春不用這個率拐達97% 為何日本有這麼高的通過率 主要是因為法官的心理太多 登記處理卡債族問題律師令委 日本法官能了解卡債族的生活困境 公還給他免責 你過來卡債族救回臨委 民間跟官方代表 是鄉小桌條例 修政策案的時候 最大正義就是 怎麼修政法官領庫 經新方案的條件 因為現行條沒規定的公正 和他不一定 法官常常偏向運行 作成大部分無人口更新 譬如說六年 還四年的餘額 收入前支出 扶養費用的餘額 或者是更明確的幾成 你欠多少錢還幾成 就是公雲 那這樣的話 法院也比較容易計算 卡債族救回期望 你看他司法委員會 能在10個下旬 進行小桌條例 修政策案的審査 知一家能完成二三桌 讓新的小桌條例 能幫助經加水卡債族 通過更新 或者是清算免費 改革卡債族的困境能重新 記者 中學報導